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放入碗中 泡水 像这样 泡水 放在一边 备用 再来 西红柿 然后 切成这种厚片 切好后 放在一边 备用 煎凉土豆片 再开水中 烫软 土豆 叉子只要插进去 就可以盛出备用 好 困热 先将煮好的土豆 两面煎至略微金黄 盛出备用 好 锅内再倒入洋醋 蒜末 在这炒出香味 加入西红柿 还有 适量的盐和胡椒 这样微软就可以盛出 放入一半 西红柿在下面 然后上面摆上 我们煎至微黄色的 土豆 然后上面再撒入 放入烤箱 180度 15分钟 好 我们的烤土豆 做好了 现在盛出 现在盛出 上面 再撒入一些 巴士里 一个 巴梅当起司 烤土豆 就做好了 希望大家喜欢 谢谢 好 谢谢 感谢观看